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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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那邊 這些就是那些無聊人 想見我們幫主的後果 你想清楚 廢話少說 我把你的手 埋大 是 你別後悔 一二三點 小客官 人來 拿刀來 小客官 慢著 李宗盛 這隻手 你們有本事斬下來嗎 貴客光臨 你們有眼不識泰山 五胡十六幫幫主 雲中硬 公營貴客 公子 請這邊 公子 請坐 小客官 我們幫主很快出來的 小客官 公營幫主 公子 在下恩少仁 拜見雲幫主 恩少仁 莫非是甲神年的藏元爺 在下正是 失敬…藏元爺請坐 謝幫主 藏元爺今天嫁到 請問有甚麼指教 在下九名幫主 樂於在人之名 郊遊廣播 倫人所不能 所以請幫主幫我一個忙 找一個失蹤了六個月的嬰兒 這位嬰兒是你的公子 是我一位朋友的公子 那這位朋友 莫非是京中的達官貴人 不是 我這位江湖朋友 既無功名亦無富貴 藏元爺能為一位 江湖兄弟的兒子斷備 實在令人敬佩 能夠認識到 藏元爺你這樣的合義英雄人物 我感到三生有幸 幫主國長 在下眉不足道 問心有愧 莊元爺, 你放心 能夠為你孝奴 我非常光榮 剛好明天我們 五胡十六邦的集會 我會叫各兄弟相助 揭盡所能 幫主歡雲大亮 二博雲天 今天恩少人在此謝過 五胡十六邦 一連一道 慈善籌款大會正先開始 公平關水 請 大家請起 各位 今天每年一次難得的聚會 能夠看到大家風采依然 本在非常開心 不過過去一年長江水漲 洞庭泛濫 災情處處, 民不聊生 所以本在決定缺出十萬兩 以救濟受災民眾嚴尾之金 至於那些沒有受到 災情影響的幫派 但是則以著亮上繳 以之寶座 大家有沒有異議 屬下單並無異議 好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今年三月初七五時 在京師以南 有一間叫萬里香的飯店 有個初生嬰兒失蹤了 本在要你們半個月之內 找一個嬰兒回來見我 是 欣大俠, 你可以放心 兩位, 本在從來沒見過你們 請問弟屬何邦, 立即何屬 幫主該不讀他法案 在下實不相互 我們兩個定非貴邦的人 而奉了小相連之命, 前來追責 你們是來追誰的債 欣少人 雲幫主 這個人定不屬貴邦的人 我們只要他 希望幫主你高抬貴手 不要牽涉其中 是 我知道你們兩個一定來找我 但是想不到就不做 你們回去告訴小相人 我絕對不會回去 既然如此, 只好得罪了 慢著, 來這裡的就是我的客人 要帶走我客人的人 除非才得到我的同意 那你現在同不同意 那你就要問一問他 是 雲幫主, 請說在下無禮 我們絕對不想跟貴邦結緣 請你不要再插手干預這件事 雲章, 你敢放肆 你猜自己是猛紅過江 我吳弓劍今天要把惡弓劍剖了 三樓的確認, 最擅長的是氣 以氣如劍 你最好用它來試一試 你破氣如劍的本事 那倒是 無恥狂徒, 本來是單人獨鬥 幾變成雙人甲工 還要偷襲, 你先壞了規矩 別怪我們五胡十六幫 人多欺人少 雲幫主, 那你就錯了 你沒聽過有龍鳳佩嗎 這種武功龍藤鳳武雙飛合擊 怪的只怪你自己見識少 現在死了人, 就當上了課教訓 廢話, 不用多說 你有你們的雙飛合擊 我們有我們的八折紅功, 上 等一會 你們倆是為我而來的 我想你們也不會為了我 和五胡十六幫結怨 沒錯, 只要你跟我們走 我們絕對不會再難為 五胡十六幫的人 你放心, 我們的事我會解決 不過我有要事在身 三天後, 我們在絕龍嶺見面 不用客氣 三天後, 如果你走了怎麼辦 我要走, 你也留不住 再說, 你們倆不要為了我 和五胡十六幫結怨是不是 恩大俠, 不需要跟你們多說 他們殺了五胡十六幫的掌門人 我們五胡十六幫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雲幫主 吳大哥是跟我出頭的 這件事就是由我負責 三天後, 我會跟他討過公道 好, 既然你這麼說的話 好, 我就留給你們兩個小人 活多三天命 你們倆給我聽著 我不想你對狗男女 血液髒這個地方 三天後, 我會拿你狗命 恩少爺, 你別以為 你排在十三死超之首 好, 我們就會害怕你 好, 三天之後 就看看誰收拾誰 半途 就算你變成死屍化成灰 我們也要帶你走 激活摩托 嚇死也是大家 你跟我想說, 誰呀 嚇死人 啊 不好意思 好 雲幫主 殷大俠 進來 雲幫主這麼晚來找我 有話要跟我說嗎 是呀, 你還沒睡嗎 是擔心三日後的決鬥 不是, 三日後的生死 我不會放在心上 我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三日之內找不到楊兄的公子 殷大俠, 忠人所託 而不顧自己的生死真是令人敬佩 雲幫主, 我不值得你讚他 你為嬰兒之所以離來失所 在下應該扶起全部的責任 這件事因你而起 也不過是無心之失 你不需要耿耿於懷 再說, 我們五湖十六邦 在湖光一帶的地位要找一個人 何其容易,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雲幫主, 如果你有幫到你的忙 殷少人也不知怎能感激你好 別客氣了 四海之內皆兄弟 這麼小的事 如果我們做不到的話 五湖十六邦 怎麼可以光無上蠟燭 好好休息, 不要擔心 明天或者有好消息 好, 別客氣了 好, 別客氣了 好, 別客氣了 夫人, 我們相及這麼久 為甚麼你不讓我一場相思知道 相公, 我們緣分已盡 故須自彩天涯, 迎迎迎迎重聚 我來見你, 是想問你 找回我們親生骨肉的人 夫人, 我還沒說 人海亡亡, 一時之間 我都不知道何去何做 相公, 其實我都很想著你 可惜我們人不在樹上 有緣的, 我來生再見 記者, 記得找回我們親生骨肉 記得找回我們親生骨肉 智利… 智利 來 楊公子 有位貴客來了 海大人請你去書房一聚 好, 我馬上再來 海大叔, 有甚麼事要雲青去辦呢 雲青, 你來得對 我給你介紹, 這位是藍道長 藍道長有例 原來是楊繼承大人的公子 果然相駕清奇, 確是可造之材 道長, 你誇獎 兩位請坐 文青 關於鹽察藏寶的事 藍道長所知的確跟殷少人有關 所以我請你來問清楚 這幾天你有沒有想到蛛絲馬跡 海大叔, 以我跟殷少人相處那麼久 我絕對相信他不會是跟嚴世帆 同一陣線的人 如果他知道寶藏在哪兒 他一定不會隱瞞我們 看來此事並非簡單 我另有辦法可以證明這件事 又是甚麼辦法 我會設法在鹽嵩身上施用迷心術 讓他親自說出錯寶之地 道長, 我聽人家說 如果對付一個以致堅廷的人 迷心術收下不大 鹽察的腦奸巨幻 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容易對付 鹽嵩, 你說得沒錯 所以就要出其不移, 攻其不備 鹽嵩發夢也想不到 我會在皇上面前 向他施用迷心術 道長, 此計萬萬不幸 上當年洪縣一案 因為有人施用迷心術 以致誅成大錯 現在宮中已經命令禁止為令者責 道長在皇上面前施用迷心術 會很危險 大人請放心, 貧道肆有苗筋 皇上請保重龍體 如果皇上覺得疲倦 不如回宮休息吧 朕最近的確是夜睡了 不過沒法子 後宮佳禮眾多, 雨露不均 為了平息他們的怨份 朕唯有辛苦自己 皇上這樣做是有雙龍體 皇上應家節鎮 道長, 你放心 皇上自從練了防中術之後 越戰越勇 道長的確是世外高人 有個人之處 皇上, 憑道傳授皇老之術 是希望皇上能夠陰陽調和 龍體健康 皇上若藉此楊威後宮 那就有為憑道當初傳授之意 能夠陽威後宮 就證明朕的身體健康 兩者本來是同一件事 道長, 你不需要太過介懷 對了, 朕聽說道長精於刑學之術 朕管治盟武百官 希望一眼看下去 就知道誰中誰間 希望道長可以傳授一些封鑑之術 皇上, 封鑑之術 並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有成 萬一判斷錯誤 中間不分就會鑄成大錯 要想動死一個人的內心 並非一定要用封鑑之術 憑道令有法門更為有效 是嗎?是甚麼法門, 請快說 迷心術 迷心術 道長, 你有所不知 但是迷心術在宮中已經被禁多年 皇上, 憑道該死 道長請起, 不知謝不罪 謝皇上 這件事的起因 是百多年前洪縣案中闖下離天大禍 當時宮中多人無辜受慮 所以聖祖定下法規 從此在宮中不能使用迷心術 為者斬首 憑道無知, 謝皇上勞恩 道長, 迷心術曾經闖下離天大禍 為甚麼你還要極力推薦 皇上, 使用迷心術功力非常重要 迷心術是迷其神志, 祭其心思 迷如不亂, 祭如不斷 法力一定要恰到好處 否則秘迷之人就會神志混亂 滿口胡言 若按此判斷就會鑄成大錯 道長說的話的確有道理 難道道長對迷心術有很高的錯誤? 不敢, 憑道鑄亂此術已經有二十年 本意是用來治病 對於神志混亂, 心性迷失之人是非常有效 道長, 不如找個人試試 讓朕開眼界吧 這些只不過是雕從小技 但是在宮內是有為聖祖法規 望皇上頒下聖子 赦免貧道死罪, 貧道先敢獻籌 好, 朕就赦免道長你的死罪 我們究竟找誰試口呢? 如果找一個普通人 並不可以證明什麼 應該找一個畏高權重 而且皇上熟悉之人 才可以證明貧道所言不虛 沒錯…嚴嵩一會兒就會到 我們不如找他試試吧 為上皇上請安 相爺, 請坐 謝皇上 相爺 好, 道長 道長 道長, 你教我們防宮之術非常有效 連老虎的重振風 好, 那就恭喜上爺 皇上, 你的氣息非常之好 是嗎? 甚至覺得這點精神爽利 龍體健康的大靈之福 對了, 道長 有什麼遊戲是可以鍛鍊頭腦靈活的呢? 猜字迷 猜字迷? 猜字迷也挺好玩的 相爺都好視於猜字迷嗎? 不說得善長略之一言 好, 就猜字迷 道長, 你出謎面 遵字 皇上, 相爺, 聽清楚 全心不善, 有口難, 猜一字 全心不善, 有口難 朕就猜不到了, 相爺, 你猜吧 全心不善 但是道長, 給我一點點提示 好, 相爺, 你看著我的手勢 道長, 我看不清楚了 好, 相爺, 請再看清楚 好, 相爺, 今天風和人例 你在小船之上 欣賞著兩岸的風光和和 相爺, 現在風浪很大, 你坐不開 相爺, 現在已經風平浪靜了 相爺, 請問你的財富 在全國排排第幾位 第三位 那誰是第一位 當然是皇上 那第二位呢 第二位就是殷少人 殷少人只不過是武作 為甚麼他的財富可以排第二位 是 尾臣厭西凡, 向皇上請我 免得 謝皇上 小尚爺 不知道爹跟皇上在玩甚麼遊戲 猜字迷 猜字迷 不知道這個迷面是甚麼 小尚爺, 是全心不是有口難言 全心不是有口難言 郭Sir, 你們神估到是個雅字 雅字加個心就是個惡字 加個口字就是個雅字 小尚爺, 這個迷面真是出了妙 道長全心不善, 有口難言 妙, 果然有心事 小尚爺過者尾 這個妙道居然玩弄老夫 爹, 不是玩弄這麼簡單 是宮中私容迷心術, 是屬死罪 何以他這麼大膽 難道皇上屍然我們 是這麼想的 藍道行既有異心, 是禍根 我們一定要殺了他 如果他們有證據, 早就已經發難了 但是如果殺了藍道行 就找不到他的後台, 打草驚蛇 沒錯, 他單槍匹馬居然這麼夠膽 一定有後台 對了, 細飯, 龍肖雞肖有沒有消息 還沒有 不過爹, 你放心 以龍肖雞肖的武功 足可以收拾恩超人 那萬一不行 是以為有親自出馬 這個終極魔功破關了嗎 如果我魔功練成 收拾恩超人就易如反掌 你怎麼看 嚴賊父子已經知道道長的意圖 貧道早已將生死置之道外 道長 皇上知不知道嚴世凡 用氣功和嚴嬲破法 應該不知道 即使跟皇上解釋 他也未必會明白 皇上一定不相信 殷小人身上有藏寶圖 是 皇上只不過是當一場游戲 不過皇上不相信 我相信 雲青 你再想清楚一下 殷小人平時有什麼特別的行為 開大叔 我已經反覆想過 真的想不到 當我問他的時候 我已經特別留意他的反應 他當時很惡意 好像什麼都不知道 難道福童不在他身上 不可能 我和他一起洗澡的時候 如果他身上有藏 我應該看到 沒有藏 如果他真的有藏寶圖 他沒理由不知道 難道他假裝裝模 大人 事後不早了 貧道先行告辭 好 道長 以後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千萬不要離開皇宮 以免嚴世凡有所懷疑 有六大人關懷 貧道一定設計 開埔 在 送道長回去 遵命 請 請 南道長 原來在這裡找你很辛苦 不知道你找貧道有什麼事 皇上在清華院搶了檀花 一時興之所致 想請道長你回去喜壇扶亂 買一問金門的國運 所以急召你回去見教 我幾乎忘了 今天是清華院上風國 盤獨之檀花展開之人 怪不得皇上這麼好氣勢 不錯, 我們起行了 開埔 皇上有招, 我不能不去 麻煩你回去通知你家主人 說我要參與檀花城會 他的事要手作延遲 道長請放心 在下一定轉告家主人 告辭 有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去見皇上 請 大人, 糟了, 出事了 發生什麼事 當我送藍道長 快回到宮門的時候 遇到幾個錦衣衛棠太監 他們說皇上有招 就帶走了藍道長 道長臨走的時候 有什麼話留下我 他叫我回稟大人 說要參加皇上的檀花城會 大人的事要少延遲 檀花城會 糟了, 嚴世凡現在出手了 郝大叔 如果這個時候 南道長被我們抓了 嚴世凡我們不利 沒錯, 如果南道長被他抓了 我們前功盡廢 但是, 嚴世凡假存勝旨 我們真的奈他不好 以牙還牙, 既然他們假借獲利行事 我們一樣可以設計捉眼賊 用來會南道長 不行, 這樣又是大逆不道 何大叔, 如果我們失敗 拜平荒山不保 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 你想清楚 但是嚴察是當今宰相 如果我們牽辭他, 就是死罪 這個辦法行不通 何大叔, 你快點想個好主意 事到如今, 我們心急也無緣 唯有天機行事 何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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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敢敢背叛我 小雙爺 貧道一向知名安分 實在不知道什麼地方得罪了小雙爺 何大叔, 你不用裝模作樣 你居然在皇上面前 向老上爺私用愛心上 你有何居守 那天在皇上一時興致 明貧道和老上爺開個玩笑 當時所謂 只不過是雞毛選拼小事 不只對老上爺毫無傷害 還令皇上對老上爺更加信任 你還敢 如果當日不是我今時趕道 你早就已經奸計得情了 小雙爺 毅心上是令人說真心話 如果老上爺沒有包從我心的話 貧道實在想不到 對老上爺有什麼傷害之處 南道行, 你是個聰明人 你應該知道我嚴世帆有多少根本 如今可以救你自己的辦法 就是攻擊你幕後的主使人 否則今天就是你的死亡 小雙爺 貧道是妨礙之人 早已將生死命藥置之道外 如果小雙爺 想對貧道施以威逼利用的話 那就未免太無恥了 好, 那我就要看看你骨頭有技術 繼續打 是 停轎 好 什麼事? 立刻查個明白戶內報告 遵命 究竟發生什麼事 老雙爺要打道回府, 快讓開 前面發生火災 官府有名, 任何人等不得通過 混帳 我們老少爺的人 快點叫你的人讓開 就算我們讓開, 你也無謂冒險 萬一老少爺有什麼閃身 才問你是怎麼擔當得起 你只要叫你們的招隊 繞個彎就行了 繞個彎? 沒錯 就在前面的街口繞個彎就行了 跟我來 開大叔, 你去對付老賊吧 好 海瑞拜記嚴老少爺 海大人, 什麼事 海瑞拜記嚴老少爺 下官衙門不肯實負 引致道路阻塞 所以耽誤了上爺你的行程 下官真是最深最深 不過, 有幸舍下就在附近 不如請上爺到舍下品名片刻 等下官派來清理好現場之後 上爺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上爺, 舍下雖然合小 但是防範尚算心業 上爺可以放心 海大人, 有你在這兒 天大的膽子也不會暗算老夫的 怕老婆打擾就是真的 老上爺不必客氣 請 站住 這兒是甚麼地方 清風寨 是 清風寨 沒錯 你們中了我的計 嚴嵩老賊現在在我手上 你們全部人都死了 是你們幸虧有條命 是呀, 要命呀, 要命呀 要命呀 少爺上有八十兩親 是呀, 周水懷疑 少爺是無名之輩 多過少過不少 你別殺我, 留下一條命給我下輩 做狗做馬都會報答你的 你不用求我 要殺你, 我早就殺了 我留下你的命 是要你給我傳個口信 沒問題, 沒問題 你回去跟嚴世凡說 說他爹現在在我們手上 他不想他爹沒命的 他就幫了林道長 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 聽清楚了 你跟嚴世凡說 多行不義必自弊 我們早晚會找他算帳 少爺知道, 少爺知道 過來聽聽你的主人有甚麼吩咐 作者提, 作者提 老爺, 老爺歸死了 老爺歸死了 你們別打老爺, 救你們就停手 宋長爺這麼假的, 解不住 你不用多說 我回去叫嚴世凡招辦 要不然, 他們一定沒命 少爺… 進來, 大家出去 少爺知道, 少爺一定會招辦的 老爺, 少爺一定會招辦的 老爺, 少爺一定會招辦的 甚麼事 爹甚麼人還在做 少爺, 他們叫你一切招辦 要不然, 老爺就沒命了 竟敢在太水頭上動不動 他們究竟是甚麼人 居然有本事在京師種地 忠目攜攜之下把爺爺走 少爺, 老爺實在一無所知 他們自稱為清風寨 是, 清風寨 好, 等我救了爺爺之後 再找他們船員 你先回去 是, 少爺爺 放下他們 是 小少爺, 剛才貧道暗中訂了一個下 選出今天九星連絕 不理天父天上 看來貴府有些不開心的事發生 是嗎 不過道長也要多加保重 我雖然不懂減冒變性 但也看出道長, 你的氣息不墮淘 自古以來 叛途也不會有好的結果 有勞小相人提點 貧道三十年再修煉 早知禍風無敵之力 做人最重要行善正德, 心魂慈悲 即使有所不測 死後仍能得到成仙 若是無國不助, 雖勇勢堅實 而有福盡我之之時 少少爺, 你多多無重 貧道告辭 好, 我就放牆雙眼看 看看是誰先父王全 大人, 外面品告火場已經清理好了 我們的人平安無恙 好極 相爺可以打道回府了 對了, 你的碧羅春茶認真好 下次有機會我再來品嘗 相爺客氣 你長火阻礙相爺你們兩個時辰 請你不要見怪 甚麼事 對了, 那個元年總爺 我叫他查探一下 現在還沒回來 我看嚴總管可能已經回府了 開寶 在 送相爺 相爺, 請 得比送, 告辭 請 小相爺, 小相爺 老相爺回來了 爹, 爹你沒事吧 沒事, 只是單五兩個時辰 為甚麼這麼緊張 他們沒有難為你嗎 爹大權不在握 誰對我不住的, 自拒死的 爹, 但是清風寨那些狗賊 甚麼清風寨 爹, 我們想到了 想到, 想甚麼到了 總之一言辣罪 我們中了他們的奸計 爸爸放走了南盜行這個妖道 不錯, 南盜行這個妖道 在皇上釋遷了我們的意 他之後死得更加快 就算皇上想向我們下手 也有投訴經理 我相信他們不會這麼不識談她的 海少爺我們玩手段 我們要小心服務時才行 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找回恩少爺身上的藏寶圖 只要太行寶庫在手 如果鐵寶庫在東面起壁 互相呼應 我們就大事可惜了 細鳳 嚴家的千秋萬世 求你的人要處處小心步步為營 孩兒自有分數 如今整個局面 都掌握在孩兒的故障之間 無論他們怎樣神通降大 都討不出我手心 哈哈哈哈 雲幫主 恩大俠 進來 好 雲幫主, 請坐 恩大俠, 你在幹甚麼 我沒甚麼事, 喝酒解門 你不用再喝悶酒了 你想要找的東西, 我已經幫你找到了 小熊 雲幫主, 麻煩你, 謝謝你 你看看, 是不是這個嬰兒 還有, 你認得出這塊碧玉了嗎 我記起了, 沒錯, 她身上真的有塊碧玉了 好, 這樣就對了 這個嬰兒是被龍門幫的周幫主找到的 原來是被一個乞丐偷了 之後就轉賣給聖陳的財主 這個財主把那塊碧玉收起來 不讓嬰兒帶 後來在周幫主的迫運之下 她才拿出來的 雲幫主 麻煩你, 替我向周幫主道謝 如果我用過甚麼囚怒的 我願意拾貝奉還 笑話, 我們五胡十六邦是這麼少家的嗎 你千萬不要在周幫主面前提起十倍奉還 不是, 她一發火, 會把嬰兒拿走的 雲幫主 就當我恩少人欠五胡十六邦一個大仁情 你別客氣了 可以跟你做朋友 是我們五胡十六邦的福氣 雲幫主, 謝謝你 好, 如果有甚麼事的話 就去五胡吩咐小熊就行了 失陪 你為甚麼愛你 哪怕我啊 有甚麼事的話 我愛你吧 甚麼事呢 借我 我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哪怕我 你愛你, 你愛你 我愛你, 你愛你 你愛我, 你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